你去写信 写信 你怎么突然这么凝重 张总 你怎么突然这么凝重 他每次一到写信的时候 他就很凝重 你太凝重了 好难 要改吗 各位 进入到一刻活拳 爱情线索 活力追踪 来 各位朋友 我们再次来说明一下我们的规则 自由组队 分成两队分别推理出 小巫男女在这一轮当中 各自将会如何投信 感情走向如何 我们做出判断之后 分别在各自队伍的小黑板上 进行连线 每位嘉宾面前都已经摆放了 一刻活拳火山杯作为容器 每期获胜队伍的嘉宾 均会得到一份活力支援 放入到一刻活拳火山杯 为爱情注入能量 最终杯中的活力支援最多的嘉宾 将会获得品牌送出的神秘大奖 来吧 分组吧 拦戒 拦戒 我不行 这件事 这好难 怎么分吧 怎么分 这样吧 咱们今天左右组吧 好 他们这种投可以弃犬吗 不可以 那我觉得老猪还是会投给小马 对 而且他也没有特别有一个新的对象 他也没有那么快 对 小马不会再给小猪 小马有可能有可能会给如心 今天有几处的互动还 我觉得是假的 小马心里肯定想的还是小猪 不可能的吧 就是这两个 小马头小猪或者是如心是吗 我会觉得是他 因为我觉得他之后就是去找他了 那好 你们两票 行 我现在卡在几个人身上 小马我真的是不太 特别难我觉得 很难 他会不会给他呢 我觉得他现在对他有一点点抗拒了 我觉得他跟小美会互选 我觉得是可以 我同意 他们两个人互投 对吧 我们交答卷了 那个小马选谁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谜题 他是今天最难的 要不我们跟你们反着选吧 你选老张就是跟我们反着选 我们现在都这么透题了吗 就是我们吧 比赛第二 比赛第二 行 答案都已经亮出了 下面进入一课活拳 恋爱走向揭秘一课 我笔呢 来 你怎么拿我蓝色笔还啥呀 你用完了我在那 我昨天都忘了那个啥 他这个就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稳了 小潘肯定是小师傅 他稳稳的 稳稳的 喜欢你的知性温柔 但会更期待你的另一面 对吧 任如夕 有机会 一定要和你多多请教 以及你的有趣经历 任如夕 他们对了 你们是优秀的 所以两个人呢配合着做这么顿饭 也还挺有用 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 小马确实把注意力转到如心身上了 但是你分析也很有道理 玩滑板 而且他们对也是纠结在于这个地方 也是纠结在 就很难 来 他不会礼貌性的给了如心吗 不会吧 不会不会 这跟礼貌没关系吧 成都日出时间七点四十六分 好 如果画你的画 大概是不用思考那么久 好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个毛虎 他觉得在拍舞相机 因为他确实画画那个谁的时候 他想了很久 想了很久 最后说你能把你的手借给我吗 他一直坐在那思考 而且这是他们今天一天下来 唯一一个没有给到彼此感觉的一个 对 所以你看我们解读到那个点 并不是人家内心想的那个点 就像你讲的 愚蠢 不是 愚蠢就是我们对他们的定义 而他们自己想的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对吧 就我们觉得那一刻心里觉得 你看他俩那么近的接触 但七十小时你想的是 我如果画他 就马上知道该画什么 这太甜了 云龙说得特别对 对 说我们不是人的 对 而且他俩互相之间写信劲儿挺大的 就内容 你知道这个内容 是的 未来如果不成 看着这些信 一难平啊 是啊 哇 难受 所以你们两个不要那个弄我们 好吧 拜 如今肯定是小诗啊 嗯 没有大规模的 深入的 私人的进行过交流 嗯 这是他们马上要面对的题目 子晓 啊 子涵 嗯 子涵 嗯 老张 嗯 咱们都对了啊 对 信的内容是 假装没有在看 有点浪漫 这是表白了吧 这个好直接啊 老张 没有 他都要投到这儿 老张 沉闷 但有趣啊 沉闷 我们感觉到了 我觉得形容得很对啊 哪里有趣 老张很有趣啊 你给我举个例子 他现在反差模拟 对啊 老张现在有点反差 他就是冷不定的 给你来一下 嗯 你觉得很冷 但你会笑 而且慢慢的 不是在打开自己了吗 来 肯定是 小马吧 小马 踢小猪男的 这孩子挺好的 特别好 每个人都会怀念从前 感慨曾经 如果更努力 就会更好 过我们都不是 习惯回忆的人 所以展望未来 过好当下 珍惜在小屋里的时光 这是一封劝勉信 他能觉得 他可能走不出来 就是他又怕受伤 是 我觉得也是一封 很体面的信 对 就是哪怕 我们不能继续的话 但是 嗯 嗯 谁 老山老是这么长的 给了谁 应该给 应该给子涵吧 子涵 相机交角 我有准备些 不用小心意 可以和大家留下 更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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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老张是最出奇不意的 他是最难琢磨的 最难啊 所以蓝姐 嗯 看我是不是看他 到处在角落坐的时候 我就老觉得 他不知道憋什么的 是的 他憋得真的是 他看不懂 他最后我觉得 还会也许出什么大招 我们先统计结果吧 错了几个 错两个 两个 我们错一个 错了一个 让我们恭喜 我这边的三位 获得了活力之源 所以现在我跟你讲 萌萌和蓝姐都很棒 那我呢 也就因为蹭到了这个左 也就给自己蹭一颗吧 那也让我们继续恭喜 云龙和安老师 保持初心 天灵 保持初心 一直在起跑线上呆着的 萌萌 萌萌 何必呢 何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恭喜呢 对 就是大家看到 那这刚是第二期 然后在我们以后的 大家推理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还有翻倍的 火力之源 就是这个题特别难 可能这期我就咔就翻倍 然后还有倒倍的 谁错了就从你这儿抠 抠给人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定 萌萌 你们知道我第一次 没事 我这有俩师哥 安安老师 我接你们看看